在這日本時代所企業 台北市駕駛駛派出所 正有現代主義訪問 不過在這之前 暇暇的去訪聽到 加在經過本法教和民間的合作 現在已經收穫完成 也有開放參觀了 駛駛這棟駛派出所 在一九三六年完工 整面拔是依敵蘇摩 用的泰魯來綜繫 定現出鐵桶頓的 現代主義訪問 羅伯派出所所謂 因為建造受過駛 原來安生拆除 不過現在在收穫後 合作下船縣屬中心開放 他跟就是傳統的 就是我們看到的古蹟 那種木造的 和傳統日本式 跟荷陽混合式都不一樣 那這種現代主義風格 其實是非常適合 就是走入大家一般人的 就是生活裡面 整島上的泰魯 都是為了收穫 跟派出所所設計出來的婚姻 台北市文化教推動老廚 文化運動界外 到有意外的民間去結合 合作 收穫老廚 為了不要讓老廚的方式 在收穫後 走進去 坐坐美角都需要來回 協調課進 因為要符合就是當初 文資委員的期待 那我們其實燒了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樣磚 然後去讓 去給文資委員討論 來經營像藝文的中心 做一些商業的營利 包括咖啡店 包括餐酒店 開幕的下川九十四 正是大概第十四棟完成的部分 那現在在建的 大概還有二十幾棟 由現在開始 收穫後的 旧派出所 真正 參聽自己的 文空間來使用 文化教育 接下來三年來 會有四十棟 左右的老廚 路上完成收穫 中心參大家記憶 據家觀看 展開本文 台北報道